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 我们会一直观察和研究 然后心里就产生很多对别人的看法 所以有些人一生都在逃避不喜欢的人 不跟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 而有些人在人际关系里曾经受伤和失望过 他们心里就产生一些对人的防备 有些人则是看到一些让他感觉良好的人 他就对他们的为人产生很好的看法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单单凭着自己的感觉 过去的经历、心里的倾向或个性来看人 这些虽然不一定完全错误 但在重生并认识福音之后 我们必定要生出另一种看人的眼光 那神要我们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人呢? 我们一起看神的话 在《撒木耳记》上16章7节 耶和华却对撒木耳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各位,这句话听起来道理是容易明白的 但是对一些人来说 可能并不容易做到 因为我们通常看人都是先看外貌 看条件 不然就是看人给我们的感觉 比如对于小孩 我们往往会先看他们乖不乖巧 或懂不懂礼貌 人大致上都是先看到外在的东西 但这里说耶和华看的却是人的内心 神是看一个人的内心 认不认识神 是否敬畏神等等 然而在这方面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失败的 包括我们这认识神的人 就连撒木耳先知都失败了 就连撒木耳先知都失败了 当撒木耳在寻找君王的时候 他因为以色列正在经历战乱 就自然的会想找那种像军人般高大 威猛的人 耶稀的前面七个儿子都是高大威猛的 只有小儿子还没有长大成人 他是一个木童 他就是大位了 木童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军人 所以以色列人一定会问 这就是撒木耳按照神的眼光挑选出来的吗 怎么不选像扫罗一样高大威猛 像一个勇士军人一样的人呢 各位我们要明白 人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环境会阻使我们的肉眼 去寻找符合我们心意的事物 就比如有些人只喜欢听有口才的人讲道 却没有想这人心中有没有圣灵 我们都知道圣灵的工作不在人的条件里 乃在神的大能了 当我们只看重人的外貌和条件时 就看不见神在人心里的作为了 当我们只看重知识 道理或神学系统时 就无法使这一切成为心灵的力量了 当我们只关注微小的自我时 就无法进到神极大无比的祝福之中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和容易被魔鬼欺骗 如同扫罗王 他虽然长得高大威猛 但心里却不爱神 也不听从神 只靠人的聪明和力量 以至最终不得神的喜悦 所以神看的是人的内心 撒末尔记上13章14节说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各位从这经文里 我们看到神看重的内心 是一个遵守他的人 这样的人有一颗谦卑 愿意和顺从的心 他的心也会诚实地 接受神的话语 无论他暂时有多软弱 最终还是会走向顺服主的道路 无论他看起来多么的微不足道 他的心里是要抵挡世界的成就 人的认可和称赞的 他的生命不断受恩高 不断地被神使用 因为这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而人内心的事 是不能以外貌来判断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不看外貌 来看内心呢 我们要懂得用福音的眼光来看人 什么是福音呢 有些人很热心 很愿意要服侍主 传福音 他们不搞事情 品格很好 有学问 有苦才 有魄力等等 但是这些好行为 本身并不是福音 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了 当神拯救的大能和好消息 令到人的时候 罪人都要谦卑悔改的 罪人认罪悔改之后 是没有办法再为自己而活 他一辈子都要靠主的恩典 并忠于主的真理而活 他的心会因每一次听到的福音而扎心 谦卑进而悔改 然后更新 这样的心 使我们不会再害怕人的软弱 不会再直抗人外在的条件 试想 神若不是看内心的 像我们这样软弱 无知 又有罪的人 怎么可能得到神的怜悯和拯救呢 然而我们还要知道 因为我们过去的种种经历 和原有的个性 即便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福音 但我们看人的时候 还是会倾向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人 比如有些人比较喜欢会讲话 会顾虑别人感受的人 但我们真认识了福音之后 就不能再只顾向那些比较符合我们心意的人了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还在成长和不断更新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 神造了各种各样的人 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做事方法 所以我们要懂得接纳各种各样与我们不同的人 然后聚在一起服侍和同工 一起期待和盼望 能够彼此合一 彼此看重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必会发现 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 这样才是认识福音 懂得用福音的眼光来看人了 所以在我们的家人和教会的肢体当中 无论是有合我们心意或不合我们心意的人 福音都会让我们多多少少能明白人的软弱和无能 都是需要被主改变和更新的 所以只要是真属主的人 我们就要先接纳他 然后期待神自己能改变他 我们只要按着主的心意与大家合而为一 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了 愿主帮助我们学习用福音的眼光 来看人的内心 多过于只看人的外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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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